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人Florence 今天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 C3為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C3你好 你好 我們看看今天最新公佈的一期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收報182.66 按週下跌了0.34% 而這個數字已經是連跌了5個星期 屬於今年的首見 會否這個數據會預示一群業主 他們的心態開始放軟 而買家的議價空間亦逐步擴大呢 想問C3你認為 今年的年尾之前 這個CCL會否有機會回升一些 又或者是繼續向下跌呢 以現在的政治不穩定的狀態 風險因素是多的 所以買家日市一定是感慎的 之前我都說樓價的跌幅 其實未反映市場的情況 因為樓市是談判需時 之前成交的可能已經是三四個月前看樓 慢慢傾向來的價錢 它陸續陸續會有些新的情況下傾向來的價錢 這些新情況下傾向來的價錢 我認為都是向下的 是主流 所以上次我都說樓價會繼續跌 持續向下的 只不過跌幅不是很急 你說是否反映業主的生態 現在開始放軟呢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看市場上的成交 即是一些報紙登出來的跌幅最大的 可能是10% 甚至超過10%的成交都有 為何說超過10%的跌幅都有 為何我們的指數好像跌來跌去 現在都是4%左右呢 你要知道市場上還有一些是 接近市價成交沒有跌的那些都有成交 我們的指數是一個拉勻的整體跌幅 就不是以偏概存抽幾個出來 用放大鏡放大它 所以我認為以現在的趨勢來說 真的還有幾級踩下去都不停 但是我察覺到一個情況就是 是這兩個星期成交多了 純粹說九月份的成交 其實比八月份 以我們公司的移跡來說 二手市場是增加了三成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越跌越多呢 越跌越多是反映之前的不利因素 還未曾反映出來的情況 但是以現在價錢跌10%左右 開始多了買家日市 顯示跌10%至10%的價錢 是市場上有承受力的 有買家願意日市 所以我看如果沒有什麼太壞的 新的情況出現 樓市是可以在高位下降 跌10%至15%左右 便可以站得住 或者可能我們在這個 大家都普遍看探 或者還會向下調的環境下 政府就指政府有意去用 收回土地條例去興建公營房屋 而近日亦都有發展商 主動去牽頭捐了超過近300萬呎的農地 給政府和社企建樓 以上的措施或舉動 會對未來的房屋發展和私人市場 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收回農地當然會增加土地供應 但是這些農地收回來 都要改規劃才可以蓋樓 他說都是送些農地給你 農地只能拿來耕種 你不可以拿來蓋樓 你要改規劃才可以 需要時間 又要成規會等通過才能改到 但是都是多了一條 出路 即是新的土地供應的來路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好事 當然不能夠說新世界捐員 你就叫新鴻基 你為什麼不捐? 人家都捐了 你知道什麼叫社會責任嗎? 不可以的 香港是自由社會 捐錢要出自內心 我都不太贊成給壓力 要資本家去捐錢 你猜大陸嗎? 大陸政府號召 個個都要捐 香港社會應該被人自動獻身才行 但是三百萬呎 不是很多地方 三百萬呎 大概 我相信 大概等於三十 二十幾萬平方米 二十幾萬平方米 只有幾百公頃 暫時來說 算是規模前所未有這麼大 所以社會上會覺得 這個發展商會否叫做 可能間接先對政府的 又以這個做法去做一些間接的回應呢? 回應呢? 我相信回應北京 多於回應港府 因為北京曾經有些意見 說發展商囤積土地 令到樓價上升 你這班傢伙害親年輕人 現在搞到他們出來 去遊行示威 說是新陳原因 我自己看 發展商想展示一些姿態 表示自己都有關注社會問題 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是一種 當然應該都是一個良好意願 我覺得社會不好 經常北京人情說 他有陰謀 別有用心 我看不到有什麼別有用心 因為有些說法就是 他想做完這些事之後 就不用跟他收地 就是會用這件事來代替 交換條件 收地 根本政府不會答應他 而且都不是新世界出來做 如果說農地之多 新鴻基、恆基多於新世界 新世界為何自動獻身 抑制自己的競爭對手 為何我捐他們不捐 如果是捐大家按比例 如果不是政府收 收他們多收我少 我會有好處 或者政府不是全部收完 選一些來收 選中他的機會 多於選中我 送出來要錢 那300萬呎 如果按照政府收農地的價錢 都1,124元呎 加上33億 所以他都是要損失的 沒理由自己損失 一億競爭對手 所以我看 就不是說有什麼好處 一定沒有好處 不過希望在聲譽上 惡形象上 有些分家 明白 最後還想問一下 政府在繼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之後 終於在昨天舉辦首次的社區對話 施生你認為這些舉動 對於買家的入市信心 會否起到一個穩定的作用 這個還很遙遠 這個只不過政府在姿態上 表示願意和反對派有交流 距離解決問題 就沒有那麼快 我相信 就真的要 民間的情緒穩定下來 大家向前看多些 就不是在舊有的問題上 繼續糾纏不清 我相信 有些舊有的問題 都不容易有結論 最後都要活下去 都要向前走 到香港人真的向前走的時候 樓價就會逐步好一點 明白 我們今集就談到這裡 今天很感謝施生為我們分享 下集再見